周五的美国股市因为Easter的关系 复活节的关系修饰 而周四的话 包括道中是跟标普分别都是上涨的状况 而NASDAQ是小跌的状况 一整周下来分别道中指数上涨0.84% S&P上涨0.39% NASDAQ指数下跌0.3% 主要的原因是美国的股市 第一个认为降息不会很快的来临 所以开始进行了一小部分的修正 而标普指数如果以第一季 一月到三月底的表现 它创下了五年来 2019年以来最高的一个表现 美股在五个月之内全部合起来 涨了将近30% 所以很多人在想 是不是有回调的风险 有一些人也获利了结 华尔街日报的看法是 强劲的企业利润 AI的热潮 以及对于降息在年中的一期 为投资人提供了继续买入的理由 美国现在经济强劲是举世无双 它去年第四季经过修正之后 GDP成长了3.4% 来看一下本周的美元指数 因此不认为很快的会降息 只上涨了0.05% 黄金期货上涨到了一样子 2238.4% 上涨了2.6% 来看一下半导体的股价 Intel在本周上涨了3.76% 台积电下跌了3.19% 三星电子上涨了1.71% 在电动车的股价部分 很值得注意的是Tesla 上涨了2.9% 但是很多人对Tesla 喊出了危险的讯意号 比亚迪公布了他的财报 非常不理想 下跌了6.76% 而本周AI的概念股里头 NVIDIA下跌了4.17% AMD上涨了0.47% 就不再是前面的 AI晶片的狂潮party 似乎搞一个段落 然后Supermicro是上涨了3.83% Microsoft下跌了1.87% Alphabet Google上涨了0.32% Apple下跌了0.46% 为什么我都把它列为AI概念股 他们都宣布全部要投入AI的概念 包括了Amazon 而本周对美元的汇率的部分 日元升值了0.04% 含款贬值了0.66% 但日元跌到只有151.35% 成为日本经济非常大的一个隐忧 现在被继续贬值了0.06% 只剩下31.984% 人民币升值了0.09% 是7.224% 值得注意是两个货币 一个是土耳其的李拉 即将进行土耳其主要首都的市长选举 这个是爱尔多安亲自指定的 如果市长选举输掉的话 很可能会造成李拉大幅的贬值 目前李拉已经贬值了3.66% 另外一个是埃及棒 埃及最近贬值了53.52% 因为埃及最大的获利 就是来自于鸿海当地通过的航域 但是因为在这个地方 有胡塞组织对这个地方的攻击 所以大多数的货轮都绕开了埃及 这是埃及最大的外汇可以获得的 这使得埃及的货币 在3月5号一天之内 跌了40%之后还继续跌 总共大跌了53.52% 待会回到文献的世界财经周报